哈喽,我是子环 这个星期的新加坡MRT美食 继续往着红线前进来到 Canberra Station 继续给你找走路10分钟 和售价10块钱以内的美食 话不多说,咱们赶紧出发吧! 第一道要推荐的Canberra MRT美食呢 是曾经获得米其林毕比登推荐的 Nasi Le Ma Ayam Taliwan 它在新加坡有多个分行 在Canberra Plaza Food Court里面 也出没了他们的档口 这次呢,就是要点他们经典的Nasi Le Ma Taliwan 售价是8块钱 我的饭是煮到很松软的 所以吃起来口感很好 明确感受到的椰浆香气 但如果还可以再浓一点的话 我自己会更爱 因为我不会 烤鸡肉绝对是它的一大亮点 其实我之前有在他们真正获得 米其林毕比登推荐的 那一个澳洲就在Ishun Park里面吃过 那时候我吃到它的鸡肉肉质 有点不新鲜 但是在这一个Canberra Plaza的澳洲 这里的鸡肉就表现正常 里面有那种烤过的感觉 很像自己在家里做BBQ烤鸡肉 外面会烤到一层那种焦香 再搭配上它的辣椒 既然是印尼style 所以它的辣椒是比一般的 在新加坡一吃到的 拿西勒马辣椒来的辣 所以很有kick 辣的同时有用甜去平衡掉辣的感觉 所以整体吃起来是很香的 跟肉超搭 这叶拿西勒马辣椒里面还搭配了一颗 现在的相当漂亮的太阳蛋 你就可以让蛋黄流进椰浆饭的细缝里面 去包裹这每颗半粒 我觉得这一家奥勒的水准 比一轩胖那一间更好 如果你吃腻了本地style拿西勒马的话 不妨来尝试这个印尼style拿西勒马辣椒里面 让你对拿西勒马有新的一般体会 紧接着第二站 就在拿西勒马辣椒里面的隔壁的蛋口 Siti Fatima Nasi Padang 它的店员最受欢迎的品项是什么 是他们的隆东 但是一早已经卖完了 所以我试他们的 蛋口热销第二名的Mirror Boost 售价是4块版 看这样子的味道怎么样 它不是我整个吃过最好吃 Mirror Boost酱汁 它整个状态是浓郁的 有一点点的那个花生颗粒口感 热热的面条裹上 甜香甜香的酱汁 吃起来其实很暖味 在口感上面它的那个配料不是很多 就稍微有一些豆芽 然后青辣椒去提供一些那种爽脆的口感 最大的配料就是有一颗完整的生熟蛋 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可能是在配料没有很多 所以整个吃起来有点单调 刚才在Canberra Plaza吃了两道食物之后 现在我走到外面的这个Le Bar One Corner 这里有一站式的Hallow Food的选择 叫了他们的沙爹 这档沙爹有营业了8年的经验 每一串沙爹的售价 不管是鸡肉羊肉牛肉都是1块钱 先从鸡肉的找手 肉给的好 给的大块 然后同时呢 满满的那种炭烤的香气 外面就有一层那种烤到的焦香 搭配里面那个鲜嫩的肉质 酸酱的部分 不会是那种很浓郁的类型 甜点淡淡的花生香 我觉得主要还是比较吃到它沙爹自己本身的口味 牛肉沙爹 一样滷上它的沙爹酱 牛肉的肉质是更扎实的 而且它整个表面烤到焦香感更重 而且我觉得牛肉跟这个沙爹酱更搭 不过在沙爹的选肉上面呢 他们用的都是全瘦肉 所以不会有那种肥肉的那种油脂 但是以这个瘦肉的格局来看的话 它不会是干柴的 最后是老板最推荐的羊肉沙爹 我知道老板为什么会最推荐羊肉 因为它同时煎具了鸡肉的那种嫩感 跟牛肉可以烤到的那种外层焦香 它一并的难过了 火候拿捏的很恰到好处 熟度拿捏得宜 害怕吃肥肉的朋友 这一家沙爹就会是比较对你们味的 这个人的喜好是比较偏向肥瘦相间的 现在试的这一档呢 也是在Lepa One Corner 就是我身后的Yasin Gampong 点的是Bok Me Original 然后拿9毛钱就可以获得一个Cutlet 那整碗点下来的售价是7.8 感觉到它是那种变形的形状 就是跟你舌头接触的面积很大 然后它是很弹口的 稍微酱香的包裹 再夹一些肉碎的附着 这还蛮像我们华人的肉桌面 它的热腾腾的外酥内嫩 它调味非常的重口味 多加一点联想的话是可以把它联想成 麦当劳的Spicy Gigan McDeluxe里面的鸡肉排 以7.8的价位我不会说它很清明 味道有多惊艳是倒也没有 那就是一个不错吃的肉碎面 Cambera这地方真的是对穆斯林同胞非常友善的 我们今天接连开箱的4家都是哈拉的食物 在这我开箱的4家里面 我最推荐的就是沙爹和拿西勒马 阿养达利王 另外两样的话就觉得味道比较普通 众朋友们还知道Cambera这附近有什么好吃的 我没有尝试到吗 请在底下留言告诉我 下一个地铁站见咯 Bye Bye